原油小麥價格回落 是否暗示經濟加快減速 美國金片法案升高地緣政治風險 南韓半導體面臨艱難選邊站抉擇 中國對台商工武嚇 把裴洛西台灣型拱成世界級規格 台灣歷史尋根 台南市長黃偉哲如何破解兩岸關係迷思 裴洛西旋風訪台 台積電直球面對大國角力 台積電對高科技業磁吸效應 台南渴望成為全球經濟關鍵所在嗎 第四次台海危機台股壓力測試 預期心理左右股市整疊 哪些類股渴望熬出頭 更多精彩內容都在今天的 老謝看世界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老謝看世界 這個禮拜所有的全世界焦點都在 裴洛西訪台的事件上面 那麼我們看到美國的眾議院的議長 來到台灣訪問 那麼這個事情其實不是台灣安排 是美國主動要來 當然來就掀起了兩岸高度的對立跟衝擊 我們看到在裴洛西離開台灣訪問南韓之後 中國開始掀起台海的演習 那這個演習也是在兩岸造成更大的緊張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金融市場 在這一段時間全部都是相當負面的報導 第一個經濟的話 講裴洛西訪台台股重挫全球市場焦慮 然後這個第四次台海危機 台股面臨壓力測試 聯合報是軍事威脅不退縮 然後這個總統會見裴洛西 他說台灣不會退縮 然後我們也看到在眾多的爭議當中 共居演習穿過海峽中線 然後中國在批台灣玩火 那時候這個美國警告不要借裴洛西來聲勢 中國的發言人在特別強調 他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絕對不會做事不管 中國用了一大堆的手段來制裁台灣 也包括在台灣周邊開始發動軍事的演習 這一段時間大家可以感受到 台股相對充滿非常沉重的壓力 但是台股並沒有大跌 也就是告訴大家 台股這段時間它雖然弱勢 但是它的表現還算是穩健 沒有發生太大的波動 但是我們看到這一段時間 整個全世界的金融市場 其實逐漸在賣向正向的發展的方向 第一個WTI的油價 在這個禮拜最低已經跌到88.03 這個時候它真正跌到 二屋開戰前的位置以下了 小麥跌到783 大家就看到這個事情二屋開戰之後 突然大漲之後 現在它等於回到原來的起漲區 這個都是正面的 恐慌指數大幅的下滑 從38.89現在跌到21.44 然後我們看到 中國經濟的數字下滑之後 導致國際油價的下跌 那麼這個時候大家可以看到 二屋開打前的WTI的價格92.81 北海布倫特的99.08 現在都跑到這個位置了 這當中美國的核心CPI 到6月最高5.9 現在看起來顯著的在下滑 現在美國祭出的戰備出油之後 有效壓抑油價更加走跌 再過來我們看到下一個最關鍵的指標 金融市場當中如果十年債有效地往下滑落的話 那市場會趨向於正面的安心 另外美元指數到105附近 它是再往上走高還是往下回跌 這個是下周大家要非常關注的一個 重重之重的焦點 我們看到農產品的價格是已經明顯在滑落 那全球負的殖利率的債券 從18.4兆現在縮水到2兆4千億 聯準會的縮表現在按照進度再走 那這個時候我們看到地元政治當中 大家特別注意到這一次裴洛西來到亞洲訪問 最大的關鍵其實跟半導體的布局有關 換句話說 這個晶片四方會談四方聯盟 未來到底能不能對中國造成更大的簽制的效果 所以同樣在裴洛西訪台的當天 劉德英董事長接受CNN的訪問 特別提到這個兩岸開打 那麼大家都會變輸家 這一次裴洛西到南韓 他沒有得到南韓高規格的接待 看起來南韓背後有非常沉重的壓力 換句話說 南韓現在正在美國跟中國的拔河當中 南韓陷入場考 這個場考面對未來南韓的發展 一方面三星跟海力士如果選中國的話 他這一次晶片法案 他可能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南韓現在在中國有非常多的投資跟發展 也包括三星在西安的擴廠 那這個時候如果晶片法案上路之後 他可能會對韓國帶來更大的影響 我們也看到中國現在開始對國家的 中國新的團隊 開始在抓人也包括最重要的總管丁文武 那這個趙偉國現在最近都被抓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中國在未來的 晶片自主的路上他有沒有辦法去突破 美國對他的包圍跟封守 這個關鍵中的重中之重 那未來的半導體產業呢 大家最近特別注意到 聯花科呢 他認為庫存調整到明年的第一季 世界先進呢 他認為要調整四季 大致上到年中 那英特爾的第二季呢 財報表現非常不好 這個時候大家特別注意 他股價重挫之後他不太下跌 那這個也是一個股價止跌的重要關鍵 馬士忌呢 把這個現在的獲利呢 從240調高到300 這個時候股價其實大幅上漲 那我相信對台股來講 現在的半導體跟貨櫃航運呢 是台股的定海神針 這個時候呢 如果這兩大族群能夠穩住的話呢 那大致上呢 台股應該會有一個偏安發展的機會 這是今天給大家做的簡報 等一下回來之後 我們要特別看到 要挑戰中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了 台南建成400年 我們回來看看 在基隆的聖沙爾瓦多城 到台南的熱蘭州城 台灣走過400年的歲月 這個新路歷程 我們等他請黃偉澤市長 來談談台南400年的發展的過程 稍回來 黃偉澤市長 就是說你上任到現在 你對那個400年來 這個河南時代留下來的一些 古蹟移植啊 有沒有下過功夫好好去整理整頓一下 我看你有很多史學考古學家 包括地下的現在的圍牆 地底下的一些磚塊 現在都在挖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你重新回到追溯歷史 然後保存古典的 那個留下來的足跡 我想市長在這個上頭 應該盡了很大的心力啊 是的 我想這個 因為台南是我們承接 台南市所有的市民朋友們 他所關心的 這個承載的這個意願 這個力量很大 所以說我們當然 市政府不能夠 輕忽這股力量 而且很重要的是 台灣就我們再過兩年 2024年就已經是要 建成400年的一個紀念了 我們怎麼能夠在這個時候 還輕忽說我們自己的歷史使命 怎麼能夠在這個時候 把過去的一些祖先們 先祖們留下來的痕跡 把它給淡忘掉 所以我之前在社長的節目中 也提過 人家說舉頭三尺有神明 我們是絕地三尺有古蹟啊 我們很多重大的建設 不管是這個開鑿這個鐵路地下化 或者是在做一些開馬路 什麼建建築物 大的這個建築物的 一挖下去就有了 一挖下去就有古蹟啦 那古蹟怎麼辦 你要請文資處 文化局的人來鑑定 這個古蹟可不可以刮 要不要開採出來 還是把它暫時覆蓋起來 因為如果說它古蹟 它的完整性沒有那麼大 而且它可以暫時留在地下 我們就把它覆蓋起來 那我們的工程就要轉向啊 所以為什麼有人說 台南歪條把它挖那麼久 對不起 這是因為我們的歷史淵源太久了 所以不能夠輕易在祖先們頭上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些權益的措施 特別請要市長 裴洛西這一次來台灣訪問 其實他跟張董事長吃飯 也跟劉德英吃飯 他在建構一個四方半導體的同盟 那台積電這一次也告訴大家 台積電是台灣最重要的安全的屏障 這個也對照現在 韓國在親美跟親中當中 現在它舉行不定 這個時候我想對 對現在對台灣的發展 我相信台積電現在落腳在台南 我這一次特別用了一個標題 叫全球經濟關鍵在台南 這個定位非常好 就是說從台積電這一次的地緣政治的角度 然後一路未來發展 我相信台南可能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我特別要請教市長就是說 台積電從落足藍科之後到現在 已經我看有五六年了 那這個時間它慢慢量產 所以三奈米五奈米出來之後 台積電這個新製程其實 大概都落腳在台南 我相信對未來台南在全球經濟的版圖當中 它所扮演的角色更重要 那台積電從落腳台南到現在 它對台南的發展它帶來多大的助力 其實從簡單來看台積電這個時候 它在最近五年來 它把五六年來把它的發展一個重心慢慢往南移 包括台南高雄這樣子的高科技走廊 但是在台南特別它是著重在先進製程 那現在五奈米已經量產 三奈米已經在測試 其中一個廠在測試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 未來在半導體 因為很多 你可以看到這次烏爾戰爭裡面 沒有那個chip然後就 那不要講飛彈啦 汽車都開不動了 那所以說你可以看到未來的 這個世界的高科技的發展的重心 在現階段的半導體產業 那半導體產業的重點在台灣 台灣的和半導體的最先 最先進最尖端的就在台南 那這樣子 未來呢 在半導體產業之後呢 還有沒有 譬如說量子 量子科學啦 或其他的部分的發展 事實上台灣也不會缺席 要先進去 那些不想像 我還是要想到 看你 這位 你可以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